而且對朋友非常好 而且對朋友很大方 像我記得我剛嫁過去的時候 每次要回恆春的時候 你知道在恆春 我們有時候吃飯吃到一半 是會有鄰居走進來你家門的 走進來之後 然後你也 比較偏眷村的那種 對 他們門是不鎖的 然後鄰居就拿著衣服 穿過我們的那個飯廳 走到那個廁所 然後就問我老公說 他是 我老公說他來洗澡 洗澡 隔壁的杯杯阿姨 隔壁是可以來洗澡 來一起吃晚餐的 然後我婆婆就是非常的大方 對朋友非常好 包括他後來為什麼被朋友倒會 就是因為大方 去哪裡都想請客 然後鄰居就會叫他起會頭 因為家裡出了一個明星兒子 所以後來他被倒會 就是欠了很多錢 我就覺得說 隔壁的婆婆就是 他對金錢觀不能說沒有 可是就是他愛面子 然後對朋友很好 他就覺得什麼都他來出 他來付 他來請 金錢觀念特別要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金牛座的婆婆 金牛座的婆婆 你要買禮物的話 記得喔 譬如說我當婆婆的時候 要注意的就是 禮物 如果你想要送婆婆禮物的話 不只是要買 對 你還要買的要不貴 要CP值超高 實際的 實際的 妳是金牛 我金牛 對 所以到婆婆 真的 所以就要去尋一遍 婆婆到底現在缺什麼什麼 譬如說她的平底鍋 可能快要淘汰了 她的菜板開始發霉了 你就要幫她選一塊好的菜板 而且你還要告訴她 這個是特賣買的 或者是百貨公司的中年慶 幫她特別挑選的 而且送這個炒鍋 還送平底鍋 還送一組碗盤什麼的 就告訴她說是這樣子 她就會覺得 真的是懂事 有我當年這種勤儉持家 賢慧的模樣 她就會特別的喜歡 是這樣嗎 準不準 她那送我花的瓢盆 應該要被我打槍吧 好像金牛要做家事那種 對 我個人覺得金牛座 其實也滿難搞的 其實我們又希望她送 但是真的CP值很重要 送到新卡而已 你不用送那種超貴的 對 真的 可是要物超所值 要物超所值 我真的很難 送那85吋電視 那你要看你買多少錢 你如果買個三萬塊 我覺得就很划算 大概七八千那種 那一定賣爛貨對不對 不是 CP值高便宜 你還在那邊賣 有爛貨 有協議就賣爛 是帳戶了 他騎 他騎 對 老頌國小對面有一批了 再來我們要注意的 在金錢觀的部分 是獅子座品 相反的 剛剛是要CP值超高對不對 你買貴了 還不能讓他覺得你很失心瘋 買貴了亂花錢太浪費 獅子座婆婆 你要把你的這個價錢 要多價個零 告訴他我就是買這麼貴 我就是買這麼好 你買錯了沒關係 他要的是你買的是喜花的 你越浮花越華麗 他越喜歡他 他覺得有面子 他愛面子 尤其是如果說媳婦很能幹的話 他很喜歡 他出去就可以跟人家分享說 我媳婦多欠 真的嗎 你狡猾 你不是就是這樣 我婆婆對 她覺得要少一個零 是因為她怕我花她兒子的錢 對 可是當我拿零用錢給她 希望多一個零 對 因為沒有花在家身上 那是我賺的 所以我常常回去為什麼 現在我跟他們家講話 也稍微有點分量 就是因為我回去 我一定比我老公多一倍 我老公給一萬我給兩萬 我用錢紮死人家就對了 就是要靠這樣子 沒錯 花在他身上你就要足夠 一定要很貴要砸下重金 所以說對我們的獅子座婆婆的話 你要記得 其實如果你有踩到他的地雷 他其實是會給三次的扣打 所以如果真的他對你有很多的相處 已經忍無可忍無需在人的時候 其實他是會請你掃地出門 金錢觀還有一個星座 就是我們天平 天平為什麼要特別注意在金錢觀 分在這一類就是 當婆婆說不要的時候 你就是要準備好 不要就是要 背著等待驚喜送給他 但他說要的話 你就要加倍給他 對 他如果都開口跟你說 譬如說我這條絲巾都過破了 我說這條洋裝現在都不適合了 我變胖了 我的身材都不一樣了 就馬上要給你穿便便 穿好好 而且我們的天平座通常他的審美觀跟品味 都是還不錯的 尤其是星座婆婆 我們天平座 譬如說如果說老一輩的 很喜歡明星花露水 就整身褲都在旁公公 對 然後你送他綿羊油或高級乳霜 他把它當作水一樣在擦 他就是全身這樣子全面都在敷的 所以他很喜歡漂亮 所以他喜歡把金錢花在他的外表 所以他的梳妝費應該蠻高的造型的部分 所以你就要懂他愛的是這個 然後願意花在這邊 約他去逛街 甚至一起來研究 怎麼讓他的老公穿起來很得體 在公司上班了好看 或是這個業績可以好 場面要有面子做主 這個部分要注意的